老花一美日一达 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化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 月脊之条开始变白 是什么情况 就简单的白色 不是白斑 跟粉状的那种一样 这种就是白粉病 但是我看的是没有白粉病的一个体现 这种就是出紧了 一个紧化的状态 就像人一样有两根白头发 这个不影响 很正常 这个不是病害 没有什么大事 其他叶片都挺好 这种你不用担心 如果说你实在看它矮眼 你就剪掉 月脊是非常耐修剪的 好吧 错宝 这个没问题 正常养护就好了 记得月脊喜欢光照 通风要好一点 略干一点 但是干了也 记得浇水就行了 一定记得施肥 老外你好 茉莉大概两个月就浆苗了 还有旧猫 这个现在就是缺光水大 然后这个大家一定要盖它一个什么点 月脊花和茉莉花这种 都是非常喜欢光照的 它是略干一点比较好 您浇的水还是有点略多 尽量的多给一给光照 如果是姜苗的呢 就剪一剪 就是说可以留几个叶片 上面的那两堆都可以剪掉 让它憋一憋侧牙出来 有时候它就供不上去了 这种姜苗的话呢 可以用一些个101 或者是生液液之类的 好吧 控控水哈 别的没上 下一个车法说 铁线莲啊 坐标武汉 这个叶片出现了情况 这种呢 就是应该是水大缺光通风差 因为它是发黑 还是有点那种花油 你就拿捏不住 铁线莲这个呢 它非常喜光 你等它略微干了再浇 它呢 干的时候呢 它叶片是那种发鹤的一个干尖 而发黑的一个干尖呢 是水大 发鹤的一个干尖呢 就是说干旱 所以说一定要盖它这个点啊 浇水还是稍微拿捏一下 不干别老浇 家里边有杀菌药的话 记得每回浇水的时候 稍微带上点 或者说每个月来一次 预防预防 省得得力酷病 给足光照 加强突风 控制浇水 家里边说锤丝海棠 有点发黑 怎么处理 一般发黑呢 像这种的话 我简单的看了一下盆土 不是特别的湿 一般的都因为什么呢 花油 你可能用了什么肥料之类的 它才会出现那种发黑 不过看的是不明显 看的是不明显 之前是不是挺多的叶子 然后现在是病入膏肓 你又给它救活的那种感觉呢 干了也记得浇水 加强自己的通风和日照 就行了 现在已经出叶子了 不影响 施肥的话 过一个礼拜 或者是两个礼拜之后 再去施肥 不要盲目的去用肥料 然后呢 浇水的时候 也用点杀菌药 因为像这个 我判断的话 应该是你裸根换过土 之前应该长得挺棒的 现在又是新长出来的 这种叶子 好吧 不排除一些病害的可能 下个臭板说 茉莉老苗 姜苗很久了 不要买老苗 不要买老苗 跟话没说过好多次 你像大家伙养花 尤其是茉莉月季这些 不要买很老的 尽量的买壮的 你看绣筹也是开花的 买壮的呢 你喂的是开花 然后呢 茉莉相对来说呢 还是较为喜肥的 大家伙在养的时候呢 一般用到的沙土泥土 可以配合一些粪肥 或者是发酵的淘米水来用 来补充一些肥料 有肥料记得该用的用 然后这个呢 就是 看了一下 你旁边的月季 它并不是茉莉 这个已经浇苗了 浇苗的很严重啊 也在长草 现在能做的就是 干了 干了以后浇点水 适当的用一点点的肥料 用点生根液 或者101 给它激活一下 好吧 发动发动 把边上的草除一除 也都没啥了 这个茉莉应该是 没什么细了 下个臭宝说 家里边的小叶子 它有枯叶 是什么情况 修剪啊 要修剪 全部修剪 我那个都剪出了 每年都来一次修剪 不修剪的话 这些老叶子会得一些病害 因为这个东西 时间长了以后 这个老叶子它也不落 不落以后 它就开始感染一些个病害 病害的话 会大年纪的一个传染 所以说臭宝 剪就行了 剪了以后它会长新的 该试肥的试肥 光照给猪 浇水还是干了浇 好了 别的没啥问题 看发尔梅呢 基本上也就是说 遇到的一些 还是水达缺光通风踏的问题 来来回回就那些 觉得不错 就点个赞 我来花一 也花这张一 其他有问题 视频下留言 白了